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单方面 斯维托利娜与萨巴伦卡的焦点战被安排在日常第二场进行 菲利普下DI球场17点开始穆霍娃vs帕弗柳琴 科娃前Top20球员穆霍娃在首轮淘汰8号种子萨卡里 随后他又连胜三场 生涯首次机身法王女单8强 他也解锁在草地 硬地 红土三种场地类型全部机身大满关8强的个人记录 帕弗柳琴科娃近两年由于伤病影响长时间休战 排名大幅下滑 过去三轮他连续战胜萨姆索诺娃 波塔波娃与梅尔腾斯三位种子球员 时隔两年再进大满关8强 两年前俄罗斯人在这里获得女山亚军 两位球员此前交手三次 帕弗柳琴科娃二胜一副占优 最近一次交手发生在2021年温网 莫霍娃2比0获胜 萨巴伦卡VS 斯维托丽娜妈妈级球员斯维托丽娜 本届法网状态出色 在产后复出的首个大满关赛事便一局打进8强 前四轮他淘汰了特雷维桑与卡萨金娜两位种子球员 法网前的热身赛中 斯维托丽娜拿到产后首冠 这也是乌克兰人生涯第四次打进法网8强 夺冠热门萨巴伦卡前四场比赛一盘未失 打入8强后 他也刷新了个人在罗兰加洛斯的最佳战绩 两人此前交手两次 双方各胜一场不过均打满三盘 一次红土发生在2020年斯特拉斯堡 斯维托丽娜获胜 德约科维奇VS卡恰诺夫前四轮比赛中 德约科维奇展现出不俗的竞技状态 未丢一盘 从而自2010年以来连续14年打入法网8强 去年他在四分之一决赛中赋于最终冠军老对手纳达尔 对德约来说 如果本届法网夺冠 他将斩获个人第23座大满贯头衔 甩开纳达尔独居男子网谈历史第一 卡恰诺夫前四轮仅有一场3比0过关 过去两轮面对索尼格与科基纳基斯均13比1获胜 这是卡恰诺夫第二次打进法网8强 而过去三项大满贯赛事 他都至少来到四分之一决赛 交手记录方面 德约科维奇八胜一副占据绝对优势 卡恰诺夫唯一一胜来自2018年巴黎大师赛决赛 双方两次大满贯交手发生在2018温王与2020法王 军事得约3比0过关 阿尔卡拉斯vs西西帕斯不早于次日凌晨2点15分夜场焦点战 尤夺冠头号热门阿尔卡拉斯对阵前载会亚军西西帕斯 前四轮比赛中 阿尔卡拉斯仅在面对丹尼尔太郎时丢掉一盘 其余军事3比0过关 过去两轮对阵意大利人穆赛蒂与沙波瓦洛夫 阿尔卡拉斯均是3比0横扫获胜 两场比赛分别丢掉7局 这也是阿尔卡拉斯第二次打进法网8强 去年他在四分之一决赛赋予自为烈福 西西帕斯前四轮在面对维赛利时丢到一盘 其余军事3比0获胜 两人此前交手四次 阿尔卡拉斯保持全胜 包括今年与去年两次在巴塞罗那的红土对决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 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